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是关于华为手机如何安装小米蓝亭Pro字体的 现在给大家演示的这个界面 用的就是小米蓝亭Pro字体 但是这个字体又不是标准的蓝亭Pro 它是在小米蓝亭Pro 蓝亭Pro字体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 特别是圆角部分的修改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款字体 主要是这款字体非常的清晰 而且易识别 特别是数字的部分 比如数字9、6、0或者8 这种带圆圈的部分 它显得特别大 我们看天气预报 还有下拉菜单 显示的那个数字 它那个0或者8或者是9那个圆圈特别的圆 鼻弯的数字要宽 所以在看的时候非常易识别 那这款字体怎么获得怎么安装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是怎么用的 先进入手机的主题APP 然后进入我的字体 在最下面有一个叫做方正新书体 虽然它叫方正新书体 但是实际上它是小米蓝亭Pro修改版 这是一个借壳生蛋的方法 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讲 我们先看一下 这款所谓的方正新书体 它的文件在哪 因为后面的修改需要知道这个路径 我们进入文件管理这个APP 然后进入内部存储 然后找到一个路径叫华为的 全拼华为 然后在华为这个目录里面 找到SIMSTHEMES 华为手机的主题和字体 都在这个目录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华为主题文件 和华为字体文件 都是.HWT 这个HW就是华为的手字母缩写 这个T应该是主题SIMS 所以都是.HWT 但是我找的这个小米蓝亭Pro 这个带圆角修改版的字体 它是一个.TTF的字体 这个字体它在华为目录下的主题 里面还有一个叫HWFUNTS 也就是HW华为字体的目录 这个目录下 有四个.TTF字体 这个.TTF字体 它是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 联合开发的一种通用的字体文件 它默认情况下并不适合华为手机 它是电脑上用的字体 那么我找的这个字体 它是.TTF格式的 那么这种.TTF的字体 如何安装到华为手机上 如何生效呢 后面会详细讲 现在大家看到的第一个字体 首字母是FZ 是方正 然后是新书的全拼 就是方正新书体.TTF 这个文件是2019年11月26号上传的 大小呢是8.09兆 这个文件的内容 其实就是小米蓝亭Pro 圆角字体 但是它这个文件名叫FZ 新书.TTF 它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免费字体 方正新书体 这个要特别说一下 下面具体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你的手机上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华为手机的主题应用 这个商店里面有主题也有字体 还有壁纸铃声 我们进入字体 在字体的这个界面 我们往下找 一直往下找 有一个免费字体 然后我们点一下更多 这个更多里面是全部的免费字体 其中有一个是方正新书体 我之前下载并安装了 你那也可以用这个字体 也可以换一个别的 比如第一个叫均形一叶周 我用这个来做演示 进入之后 点击下面的免费下载 然后我们切回文件管理器 先返回上一个目录 然后重新进入华为字体目录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 那个免费字体 叫均形一叶周 大小是6.91兆币 时间是刚刚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回到华为的主题应用 然后进入我的字体 在最下面出现了均形一叶周 这个字体 从表面上来看 这款字体 包括它的名称 还有它的缩略图 它都是均形一叶周 因为它是我刚才从 华为主题商店里下载的一款免费字体 截止到现在 一切流程都是正常的 在主题应用里 看到的这款字体 相当于是这款字体的一个壳 我们在文件管理器里看到的那个点 tdf文件是这款字体的内核 我们一定要注意壳是从这里进 内核是从文件管理器里进 然后我们用小米蓝亭pro圆角的这款 tdf字体文件 在文件管理器里 替换掉这个均形一叶周的 tdf文件就可以了 这是大概思路